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4年9月24日星期二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據報何太何八事件 近日何太何八據報都不在香港 據報去了內地 為何突然有一件事就說到內地酒店竟然是趕他們走 是怎樣的情況呢? 據報何太說錯話 是怎樣的情況呢?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的最新報道 在內地酒店何太直播時說了一句 台灣是落後的國家被網友舉報言論 何太拒報隨即被酒店迫遷 內文提到繼續何太何八事件 由於何太拒絕在公屋加何八的名字 何八亦無權居住於他的公屋單位 夫妻兩人就過著螞蟻搬家的生活 據報他們已經在酒店居住超過一個月 不過由於他們犯中真 又不時在直播當中暴露行蹤 住香港酒店又多次被網民舉報 和被酒店趕走 因此他們轉戰內地酒店繼續行常開直播 兩人近日居住於深圳一間何太自稱住了十幾年的酒店 原本是住到9月26號 何太就說自己已經給了錢 不過在21號的直播期間 他就突然間收到電話 估計是酒店下令 叫他們兩個搬走 何太坦然不接受 何太又在電話裏面提到 別說沒有這樣的事哪裏有啊 你是不是這麼壞啊 不對的啊 我明天跟你談啊 我明天找派出所跟你說啊 到底是甚麼原因 令到酒店寧願退錢 都要這兩個人走的呢 甚至要驚動當地的派出所呢 有網友就推斷 可能是和何太近日的言論有關的 因為他在深圳酒店直播的時間 曾經說台灣落後到甚麼呢 落後國家來的 由於何太說台灣是國家 觸動了不少網民的神經 質疑他有否光泛分裂國家有關的罪行 於是錄下片段並提出舉報 說到被酒店逼遷 他其後也承認這句言論有關 批評是那些黑粉小事化大 就是斷章取義 就說其實那裡沒甚麼的 因為說了一句很簡單的說話 又是那些黑粉 黑粉是不是這樣惡搞我 斷章取義 那黑粉經常都想搞到我坐牢 搞到我一無所有 搞到我睡街嘛 我只是說那個地方很落後 竟然有些黑粉都報警加害我 只是拿這些東西來玩我而已 所以搞到那些警察在酒店出出入入 壞酒店就說這樣影響不好甚麼 被其他客人見到又不好 那我跟他報警 我明天跟他報警 那些黑粉都無惡不作 作惡多段 他表示是會維護自己的公民權利 另外何太早前因為聲稱 會將課金捐給無國界醫生 不過組織就發聲明 就說沒有收過對方的捐款 表示已經就事件通知警方 那麼有網友就向酒店舉報何太 就說他在酒店進行騙錢等等的非法行為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那麼何太是特別多事的 一單未完另一單 那麼據報就被內地的酒店趕走他 那麼另一箱的礦者比較關注 就是他日前明明就說 幫無國界醫生籌錢 那麼搞到無國界醫生 就要急急發聲明澄清 喂我們沒有授權 叫你籌錢的 那麼據報事件 亦都已經聯絡了警方 那麼另外 不經不覺何太何伯 已經住了一個月的酒店了 這段時間有沒有回到清田村的公屋呢 那麼介入礦者說公屋真是珍貴資源來的 那麼若然真是何太何伯 在內地住得那麼開心的話 沒有理由這樣丟空那間公屋的 那麼另一箱就說到 因為香港的酒店都不租給他 所以近期是被走內地的 那麼不知各位網友怎麼看呢 不妨留個言 聊聊聊 那麼另外也都說說這宗消息 真是離譜的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元朗有個穿白衣的男子 縱容自己的狗去咬流浪貓 懶你義工的指責 那麼警方抓了一個六十多歲的男子 涉嫌藥促 那麼問題到了 元朗發生懷疑藥促案 有個身穿白色衣的男子 在日前 9月23日夜晚 指使自己養的成年馬連萊犬 去追趕在草叢裡的流浪貓 那麼有動物義工目睹整個的過程 那麼上前理論 但是狗主聲稱自己看不到貓 然後就走了 那麼警方在昨天 9月23日接獲報警 以涉嫌殘酷對待動物 拘捕一個65歲姓王的本地男子 正在調查他的犯案動機 那麼事件發生於日前的夜晚 有動物義工在元朗的一個橋底 威捷流浪貓的時間 見到有個穿白色衣的男子 帶著一隻成年的馬連萊犬靠近 那麼根據香港動物報的報道 那麼現場有一隻貓媽媽 和三隻貓B 那麼義工放下貓糧過後 走到橋上觀察 打算拍下貓貓盡食的情況 那麼怎麼知道發現 一個男子鬼鬼祟祟靠近 又說男子一直看著貓貓 那麼之後就解開狗繩 並向狗狗作指示 那麼大約幾秒過後 狗狗就向貓貓的方向衝去 那麼義工發現過後 立即上前學指 又質問這個白色衣的男子 為什麼放狗咬貓 但對方態度囂張 聲稱看不到草叢有貓 又說狗哪裡會追到貓啊 之後就私私言拖狗離開了 那麼由於義工擔心白色衣的男子 是會再帶狗追貓的 那麼時候已經將貓媽媽 和貓B救起 並就事件報警求助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那麼說的是 事件調查當中 如果熟實的話 這個男子都認真離譜 據報帶著一隻 養著的狗 特意去咬些貓窩 那麼根據香港動物報的報道 現場是有一隻貓媽媽 和三隻貓B 那麼當然了 事件還要有待調查與跟蹤 據報警方 是抓了一個65歲姓黃的本地男子 那麼正被扣留調查的 那麼另外也提醒各位 近來那些菌也挺兇的 根據HK另一個報道 有關侵入性腦膜炎傷球菌 那麼50歲的女子頭痛嘔吐入院確診 那麼潛伏期內是沒有外有的 兩位問題到了 衛生防護中心 在昨天9月23日公布 正在調查一中 侵入性腦膜炎傷球菌的感染個案 或者是一個過往健康良好的50歲女子 她在9月18日開始出現發燒等等的病症 並在9月21日因為頭暈、頭痛、嘔吐、頸部僵硬等等 到張君澳醫院急症室求診 同一天入醫院接受診治 最終經這個腦脊液樣本經化驗過後 證實確診 臨床診斷是腦膜炎 患者潛伏期內沒有外有的 她的家居接觸者至今都未出現病症 調查仍然在進行當中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這個50歲的女子無緣無故頭痛、嘔吐入院 幸好入得設醫院 當時檢查過後 才發現她是腦膜炎 是一種侵入性腦膜炎傷球菌 現在案例調查當中 跟她接觸的家人暫未有病症 另外也提到這則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據報中央贈送給香港的大熊貓 最快在星期四會抵港 內文提到中央在5月宣布 再次向香港特區贈送兩隻國保大熊貓 日前有消息指 他們正於四川進行隔離檢疫 估計最快在星期四 9月26日來講 據了解新一隊大熊貓 在四川已經有名 特區政府或者會 再舉辦命名比賽為他們改名 新一隊大熊貓來到香港過後 是不會馬上跟公眾見面 因為熊貓需要再隔離檢疫最少30天 負責照顧工作的海洋公園 也要持續觀察他們在香港 適應的程度和對人類的反應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據報中央之前贈送的兩隻熊貓 有機會星期四來到香港 接下來香港有機會 一時之間有六隻熊貓 因為之前有兩隻熊貓BB 計算這兩隻新的熊貓 有機會香港一時之間有六隻熊貓 海洋公園負責照顧家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